外媒、中南海让中共进入壮详期川普 三件事让北京大乱 英国期刊《经济学人》 最近刊文指美国川普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共采取了三点有效对策 令中共方村大乱 美国学者表示 中共依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关税 以及偷窃智慧财产权等手段 很容易让中国进入壮详期中共梦 很容易成为一场噩梦 美媒说川普政府考虑在11月底的美中首脑峰会上把贸易问题排除在正式议程之外 此外加拿大驻京大使日前表示 在中共做出人权等方面的一些改变之前 可能无法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定中国梦 很容易变噩梦 据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学者库纳赖吉斯 Marco Spoon Lucas表示 中国经济看似快速增长 但主要依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关税以及偷窃智慧财产权 独厚特定企业及过度操纵金融等手段 很容易让中国进入壮详期一旦错估形势 经济将陷入困境中国梦 很容易成为一场噩梦 他表示 中共想要在短期实现需要长期发展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这种加快脚步的做法 很可能会遇到壮强期他说 中共推出的一代一路倡议计划 也让其他国家怀疑中共的意图最后 可能导致相关国家债台高筑 这种透过快速扩张政治 经济和军事 最终将被视为短视尽力的行为 川普做了三件事让中共方寸大乱 英国期刊经济学人 最近刊出中美对抗的封面文章 文章指美国川普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共采取了三点有效对策 令中共方寸大乱 文章说川普做对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美国强大 在国内实施了减税和松绑法规 以提振美国经济 除了收紧对华的各项审查政策 他还选择了以国家安全为考虑重心 比如从比利时引渡中共国安官员 增加国防开支 以及外人经费对抗中共在海外的大洒钱 川普做对的第二件事 是重新提醒各国需对中共行为的期望 进行调整经济学人 这文章说川普提醒各国现行贸易机制 无法阻止中共国有企业的行为 这些企业游走在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灰色地带 他们接收中共政府的资金补贴和保护 却在海外购买均民两用技术或扭曲国际市场 此外中共还用其国家主导的商业影响力影响全球的外交政策 这让西方政府对中共资金渗透国内政党 智库和大学保持警惕 并要求这些机构加强公布 使用中资的透明度 第三川普在贸易上坦率而强硬的出招 以让中共领导人方寸大乱 要知道中共高层原指望美国会安于现状 不思改变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 看来川普不拘于过去的习惯做法 是有效的它既不含蓄 甚至有时令人捉摸不定 但就像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一样 它的强硬发声 确实促成了交易文章写道 华盛顿流报周三10月24日也发表文章题为误解 为何美中不肯达成外贸交易 文章说川普这种强烈 公开的批评方式 让习惯于暗示谈判的中共官员很不自在美媒 美考虑川习会把贸易排除在正式议程之外 美国之音引述彭博社10月27日星期六消息 两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 美国不太可能取消这次在阿甘廷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举行的峰会 但是其中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 说川普总统的贸易顾问认为 除非北京对美国提出的要求 做出认真回音否则川习会面谈贸易 即使贸易问题不在正式的议程上 但当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领导人会面时 这一议题也很难避免此外这篇报道 也说另外一名知情人士称 他们没听说最高层在讨论特席会议成 剔除贸易议题的想法 加拿大北京如不改善人权 无法签双边贸易协议 加拿大驻京大使奈家林 Sean McCallum 告诉加拿大CBC电视台 在中共做出人权等方面的一些改变之前 可能无法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定 他目前在北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 都集中在弥合加拿大和中国之间 在农业市场准入 工资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政策差距 以及解决亚洲国家人权记录方面的问题 加拿大财政部长 Biumno和贸易多元化部长Jim McCall 将于今年11月 在北京与中国政界和商界领袖 一起参加高层商务会议 麦加连说下个月的会议 应该被视为搭积木 因为即使加拿大想要达成协议 在签署任何文件之前 也需要看到中国人权 记录的改善麦加连说 他最近几天与其他大使 谈过中国处理人权问题 和其他问题 所带来的挑战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